大家好,歡迎回到第326烏克蘭晚間戰報 今晚是1月15日 首先,我對之前在直播上的技術上的問題 最後的直播也做不到 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我們本台正在處理這些技術問題 暫時不肯定是來自YouTube或我們的軟件還是什麼 還是在做這個測試 當然,測試要做 節目也要繼續上升 可能是明晚後晚直播也會受影響 但我們的節目質素也不會受影響 我們也會盡快 如果直播不可以 我們也會將它做一做錄播或首播的情況 然後在錄播的情況下 我還會在錄播的現場和大家聊天 所以如果引起大家的不方便 我代表本台衷心自怯 Anyway,我們也回到主題 要說回今天 Day326烏克蘭的戰況 當然我們也觀察到昨天或今日的時間 俄羅斯軍隊對烏克蘭大量關鍵基礎設施發動導彈襲擊 總共是兩波的導彈襲擊 大量導彈釋放 烏克蘭官員聲稱俄羅斯軍隊對烏克蘭全國 包括基庫、哈爾科夫、摩德薩、迪烏克蘭、文尼策 以及其他都沒有指定的城市 進行50次導彈襲擊 亦有3次空襲出現 針對著瓦蘭大規模的導彈襲擊 主要是針對著發電、供暖等基礎設施的攻擊 其中在迪烏克蘭市有一棟九層樓高的大廈被直接擊 被飛彈直接擊中 12人死亡便直接出現 最新消息已到達12人死亡的情況出現 其他地方包括有38枝飛彈 剛才我們說在50次襲擊中 38枝飛彈 其中的瓦蘭軍隊已將其中的25枝擊落 攔截飛彈事實上亦拯救了無數生命 所以扎蓮斯基總統也感謝 烏克蘭空軍、飛行員和所有防空攔截飛彈提供協助的人士 今次烏克蘭空軍也出動到他們的防空部隊 包括飛行員和其他 例如NASEMS、IRIS-T等等 攔截各地俄軍發動的攻擊 今次俄軍出動到大型轟炸機協助空襲行動 例如圖22M3M這些 液火轟炸機或圖95的轟炸機最有可能發動 亦有用到戰機 例如說之前經常說 鬼鬼祟祟偷番薯的SO-57 可能有機會發射超遠程的空對地飛彈攻擊 Anyway,仿佈隊也擊落了俄軍 十八飛的巡航飛彈和七飛的空對地飛彈 加上就是之前扎尼斯基說的二十五支飛彈的來源 今次有這麼多飛彈襲擊 在蒂列伯羅的城市中 真是相當不幸 一堵九層樓高的大廈被擊中 由二樓到九樓全部被毀 聽起來很難計算 其實一樓的計算是我們香港的G樓 Ground Floor 在香港是G12345678 如果很多國家的計算 即是美式和大陸的計算 就是123456789 第二層是一樓 所以二樓到九樓 即是我們心目中 香港人會喊法是一至八樓 Ground Floor已經炸了 地面也不能倒塌 即是差不多一樓都倒塌 可以這樣說 他最小的商借只有三歲 剛才說過 死亡人數最新已經達到15日 我們只會相信數字會一直攀升上去 習尼斯基也強調 這些根本就是一個恐怖行為 你戰場外解決就是男人之間的解決方法 你解決不了就打後面的小孩 老爺婦孺 這些就完全不是一個負責大國的行為 亦都直接要求西方盟友不想再看到這些畫面 你真的要繼續不要停 提供更多的防空武器 交到烏克蘭的手上 我講起今次來自烏克蘭總參謀報的報告 初步的情報 似乎發現俄羅斯軍隊兩波襲擊 他們首先使用了S-300和S-400這些防空系統 將它改裝 由地對空變成地對地的制動飛彈 在早上對基庫和附近地面目標進行攻擊 除了由仿衣套改裝飛彈之外 亦都有他們常用的KH系列 即巡航飛彈的系列 有些大家都熟了熟面 例如我們說到KH-101 或KH-55 都是一些現在俄羅斯現役比較正確 以及庫存量雖然少了 但還有少少數量 這兩種精準打擊的遠程巡航飛彈 他們繼續使用來襲擊 舊身少少的 他們亦有KH-22 冷戰時期非常舊的飛彈 存量不小 但這組不算精準打擊飛彈 另外他們亦有海基口徑導彈 口徑導彈就是我們常說3M14 很多 但他另外由艦船發射 亦是以往佔整個烏克蘭的打擊 歷史上排大兩成的攻擊力 所以都相當誇張 根據烏克蘭空軍的表示 俄軍似乎今次發射可能牽涉到 用彈道導彈形式發射的導彈 他的意思都相當細緻 並不明顯表示 看似是一種彈道導彈發射的軌跡 但其實未必是一種彈道導彈的形式 所以很可能是用S-300 或者是S-400 即是模仿一種彈道導彈的攻擊 當然如果比較差的情況 可能是他們復產了一定的 E.C.H.M.這個導彈系統 這樣用來襲擊幾乎 如果真的我們說到E.C.H.M.這種短程的彈道導彈系統 那麼近距離發射 事實上 因為華蘭現在所有房系統 攔截的能力是特別困難的 包括動用到NASEMS-IRIS-T 其實未必有辦法擊落這種短程的彈道導彈 在軍事上的解說 例如在華蘭的邊境靠近基庫 有俄羅斯或白俄羅斯的領土 在附近發射 無論是S-300或S-400的導彈 或是E.C.H.M.的飛彈 他們的飛行軌跡大概是兩分鐘 便能夠抵達基庫 所以你要打擊他們 兩分鐘對他們的防禦系統來說 完全不足夠時間去做一個有效的防禦性 尤其是如果對方比較飽和攻擊 就更加困難能夠攔截得到 如果你要攔截 其實最好的方法就是源頭打擊 直接將你S-300和S-400本身的導彈地區 直接將它在原地擊軌 這才是最好的方法 而老實,俄軍之前 亦有試過用S-300和S-400的導彈 模仿一個彈道導彈的軌跡 來攻擊烏克蘭的城市 之前試過打過哈爾科夫 和尼古拉耶夫那邊的烏克蘭的基礎截試 以前我們都研究過他們都試過得拯 這次災難的中心點 其實是蒂列白羅的焦點都在這裡 第一個,死亡人數比較大 以及直接擊中一座大廈的死傷數字實在太不可見了 其中拍到的照片都相當令人困惑 剛剛打中了這層大廈 外牆都穿了 有時你都會直接看到大廈裡面 有一位女子整個跌錯了在大廈裡面 壓力堆裡面 現在外電報道 她是一個23歲的女子 她爸爸媽媽是找不到的 相信可能被埋在壓力堆中 可能得知這個消息之後 都真的整個人被打擊到體務員夫 完全無法反應過來 所以這棟公寓基本上都不能住人 直接被擊毀 沒有固好肉 其實在附近的大樓也遭遇到飛彈襲擊後 波及 當中除了死亡之外 也有35人下落不明 73人受傷 現在救援人員仍然努力在壓力堆中尋找其他生患者 說回這位23歲的女子 其實在去年9月 她的先生也在戰爭裡去世 所以她已經失去了另一半 現在連爸爸媽媽都隨時在險地當中 這也是被全世界看得到 俄羅斯跟烏克蘭打仗 其實死傷我們都明白是難免的 但如果你將她由戰場擴展到平民這個階段 還要是單方面 俄羅斯直接對烏克蘭這樣做 這真的很難令全世界能夠接受 你如何攻擊老弱婦孺呢? 你按制那個人你如何能夠按得下手呢? 如果我們推及廣資 如果全世界的軍隊都是這樣打仗 其實人類這個文明究竟還有多久 那個壽命能夠存在呢? 也不禁令我們有時反思人類 包括他們我們的基因圖譜 或者我們本身的存在 其實在宇宙上究竟是一種永續 或者是一種正義的存在 還是一種毫無意義的 一個純粹的生命體的延續呢? 所以這場戰爭其實已經不只是我們經常說 雙方純粹的軍事衝突 其實已經是說人類文明存續的一場衝突 究竟你是支持一些無血性、無原則、無底線的人 他們那種的戰爭價值 還是你真的在支持一個捍衛自由、捍衛尊嚴 捍衛人性的一場戰鬥呢? 所以你站在哪個立場 其實也可以告訴我們人類的未來 接下來的道路應該向哪個方向進發? 應該是繁榮還是走向毀滅? 另外,瓦蘭空軍也指出 今次擊中這座大廈 很可能是一支相當落後的飛彈 我們稱之為KH-22 這支巡航飛彈 一支我們說在冷戰時期 即使用的一支低精確度的武器 就不算是精準的了 基本上都是亂射的情況 其實去年也試過攻擊過 在我們說的 在烏克蘭其中一個購物中心 導致18人的死亡 用一支這麼低精準的飛彈 攻擊人口囚蠻的城市 基本上就是亂點 中邊道是一個我們稱之為或驗物 但是中邊道對我們來說也不重要 對俄羅斯人來說 就是人 就是人就可以了 就是我們非常否認這種恐怖主義的價值 所在 說到KH-22 老實說 即是這款飛彈 它本身的彈頭是蠻重的 亦可以有高效炸弱 RDX 設計的年代是1960年代 原本是用來攻擊海上的目標 尤其是高價值目標 例如我們說 航空母艦、巡洋艦等等的情況 而能夠攜帶到這種比較大型 即是你看到彈頭都成崩 這個大型轟炸機 應該不是普通的戰鬥機 甚至乎比較大型的米格 30元都不是 用這個圖22M3M 我們說這個液火軟程轟炸機 而它相信它的攻擊位置 就在俄羅斯本土 例如在亞速海地區附近發射 總共已經發射了5飛 KH-22飛彈 所以其中一飛 正正打中了蒂列伯羅 即是今次其中一座大廈 當然我們說到 圖22M3 和KH-22的配搭 其實都是挺值得的 兩個都是冷智時代的武器 但其實圖22M3M 其實就不停進行升級 包括新引擎 升級了它們的航電系統 自然如果你的引擎改善了 出力大了 你的籌載量自然都會提升 它本身 現在都可以裝載一些 比較精準導引的飛彈 都能夠Carry 不過你好Carry 就不Carry Carry這些低精準度 KH-22的飛彈 精準度很差 所以就被懷疑 你竟然都要用到圖22 即是軟程轟炸機 好處就是它飛得夠高 夠軟 飛到這麼高 就真的不是很多防空飛彈 能夠標示到圖22 例如我們說 星光防空飛彈 那些便攜式那些 特打幾千米的那些 就不可能打得到圖22M3 不過你用得KH-22 都是見底 就是你都沒有精準的飛彈 就能夠使用 不過你用什麼炸彈都好 你看到今次有這麼多人受傷 包括有14位兒童在內 所以都相當令人憤慨 其實也說我們要感謝當地救援人員 努力救助一些仍然被瓦力困住的人 其實他們已經救了三十多人 所以他們都是徹夜地不停地挽救更多瓦力 埋在內的生命 現在政府已經下令 全市所有引擎 所有車的引擎都要關掉 令救援人員 可以用到一些救援的生命設施 去聆聽現在在牙力下 發出微弱聲音的受難者 當然 這種戰爭罪行 我們一定要目擊和記住 這一刻畫面實在太震撼了 所以我們要繼續追蹤著這些新聞 亦做一個紀錄 可以留給後世人知道 俄羅斯人進行一場這麼慘烈的戰爭 作為一個滅國滅族的戰爭 對著一些手無寸跌的平民進行這些襲擊 我們一定要把這個消息保留下來 亦比後世的歷史學家也好 其他我們不同的網民也好 做一個見證 另外 在歐克拉旁邊的國家 摩爾多亞 其實亦是同一天 在邊境附近發射一些飛彈殘骸 而摩爾多亞政府亦表示 這支飛彈很可能是來自俄羅斯發射的飛彈 他們的總統亦譴責到俄羅斯第一 第一這場戰爭相當殘酷 第二又再次央及無辜 摩爾多亞不是交戰雙方 又再次被影響到擊中 所以也是相當譴責俄羅斯現在的行為 而摩爾多亞總理亦譴責 今次俄羅斯又侵犯到摩爾多亞領空的行為 包括俄羅斯沒有任何政治、歷史和道德的理由 而殺害任何一個國家的平民和攻擊基礎設施 提到摩爾多亞 其實也不是今次 上一次大規模的導彈襲擊 摩爾多亞一樣有一定的飛彈碎片進入了摩爾多亞境內 他們北部又是去年年尾12月 又是發現一支飛彈殘骸出現 對摩爾多亞來說 其實他與烏克蘭緊密的關係 即包括烏克蘭在基礎設施被攻擊前 仍然有多餘的電力能夠提供給摩爾多亞 而能夠延良人民的生活 但對現在這一刻來說 不好意思 老實 連烏克蘭自己的供電也不足夠 所以摩爾多亞也是某程度上陷入電方的情況 你要寄望俄羅斯也不可能 所以這場戰爭也直接間接 影響著摩爾多亞的民生和他們的政治、外交和軍事上的互動 今次的飛彈襲擊 其實也是由去年2月24日日一開始計算 都算是一波最大規模的 內戰俄羅斯的巡航導彈和其他空襲 引致最大的人命和其他基礎設施的傷害 這也是計算在蘇蘭達那邊俄羅斯作出猛烈攻勢後 不知道是否 他又再次直接向烏克蘭各地再次發出致命的打擊